以上是出生跟死亡人口数的资料前处理 还是要先画一些简单的图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死亡这件事 那当然就是很单纯就是插入 然后苏鸟分析表 不过现在我们先来研究死亡人口数 首先我们至少先看2020的 2020的死亡人口数又是怎么样呢 第一件事插入 就是在死亡人口数这边插入苏鸟分析表 确定 这个可以暂时先关掉 首先2020的死亡人数 好死亡人数放在值这边 那2020年所以 我先放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应该要在这个 这个9之前 塞个09会比较好 090 091 092 093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 他等下画出来的图才会按照这个顺序 否则现在是不会的 所以请回到这个死亡人口数这边 然后用取代 然后用取代 用取代 就是把这个民国年 民国年 然后接下来再常用 取代 请把9 改成09 全部取代 可以吗 确定 你要怎么把90 变成090 91 变成091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数字加1911 可是 可是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 1911 加上 这个是文字 Enter 然后这是 年 可以吧 这样子的话 应该 就是我要的 顺序 也就是说 这个 书生人口数这边一样的做法 所以我先把它取代好了 取代 把这个年拿掉 所以这个等于1911 加上 他 Enter 然后这叫做年 好 然后接下来 再分析这边 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之后 重新整理之后 不要使用这个民国年 我要使用这个西元年 你看是不是从2001年开始吧 可以吗 因为他还有行政区 对不起 刚刚这边 应该 列校放行政区 年 年是放在筛卷里 然后我们先去看 2020年 就是这一年 这12个行政区的一个死亡 死亡人数的表现 所以插入书鸟分析表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觉得应该放直条图 还是 还是 折线图 直条图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一个行政区 第一个行政区 跟第二个行政区 四零区跟大同区 它是没有 先后的关系 没有连续的关系 可以吗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 了不起 例如说用直条图 确定 然后会 会把 这个 这个 排序 由大排到小 我们会这样子来去排 可以吗 就是 你要看那个键数的话 只能这样看 好 不过我接下来 我要讲的是 那这20年 对 应该是20年 是不是都是如此的一个 一个呈现 例如说第一年是大恩区 20年前也是 对不对 类似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应该都是 因为真的 比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 我要告诉你 大数据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 假设你拿到 非常多年的资料 我就可以来去看 我拿的数据 到底是对 还是不对 例如 我现在呢 我现在 把这张图来去看 现在去看2020年 2020年的死亡 people 可是 如果我今天来看整个20年 所以 所以 我会 在这个地方 筛选 全选 确定 然后把这个年 翻到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请问 这样子 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20年 所有的大恩区的资料 有看到吗 首先 一看就知道说 这个地方数字一定有问题 这个是 这个是 大同 从2005年的死亡人口数 1482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看就知道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 对 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奇怪 对 就是他变成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像 可以理解吗 这是 这是 非常容易理解 我们来去看 2005年 大同区 在这里 大同是倒数第二个这个数字 1482 那你必须要看的是 所有的大同区 你看 大概都维持 因为 请问一下 今年的死亡人口数 跟去年的死亡人口数 跟明年的死亡人口数 应该是呈现 类似的数字 对不对 不太可能一下 变动很大 对吧 除非是那个 突然有那个 战争 疾病 就是我们 无法去抵挡的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去看 各个 各个的 单位 各个的单位 剩下数字 是不是都差不多 唯独只有 大同区 这一年 2005年 这边出现问题 对吧 这我觉得 连检定都不用检定 所以你会怀疑什么 你是不是就会去求证 写信问 说为什么 2005年 大同区这边 死亡人口数 就突然暴增 而且增加了快一倍 对不对 这个 这个就是必须要去了解清楚的 所以 你看 大数据分析 是不是有这个 资料清理的 优势 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你要是说什么 1890多 那我当然就相信 那绝对是错的 可以吗 好 那所以相对在这边 这个 1482 这是需要去看的 还有 请你仔细看 这个地方 就只看大安区 大安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你有沒有发现 这一年 2101年 死亡人数暴增 只有这一年 就理论上 那他应该到差不多 1950 左右 可是他增加到 2101 可以吗 好 我只是 我只是说 稍微清闻 大概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 这都是用大数据 来去看这个数字 到底 去说明 我们拿到的资料 干净不干净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这张图 就是 整个20年 死亡人口数 各行政区的统计 当然 你就还是要把它做回来 因为我只要放 就是 最后这一年就好了 确定 我只要放最后这一年